好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卡布 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一个叫做PDF的一个格式 有一天其实我在一个网路贴文就讲说 How do I convert to 第一个出现的结果是基督教 然后第二个是Islam 就是宗教两个都宗教 第三个结果是How do I convert to PDF OK就证明了PDF已经是世界第三个最大的信仰 这是一个小玩笑在网路上的小玩笑 什么是PDF呢 PDF如果你是Google搜寻 他就会跟你说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就是所谓的你可携带式的一个format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要用PDF呢 就是如果说那假设你是学生 那你初学者要去Presentation 那如果你要想一下这个跨平台的Presentation 就等于说你怎么让这个你的做好的档案 可以到任何平台都可以使用 那其实就是转换成PDF是最好的方法 它的内容呢就是一般的最常见的就是Microsoft Word的文件 就是DOS Document 那第二个照片也可以convert进去JPG 还有APS 还有一些HTML甚至是PowerPoint还有就是Excel 这个只要是图片跟文字或者是图片跟文字排版 它都可以把它排进去 那重点是它convert出来的时候它不会乱掉 那其实在这边的重点呢其实我是在跟你们分享就是怎么用很快速方法去转换Document到PDF 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那我们就用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好首先我们先打开我们的文件 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我就用这个感谢状来来表现了 好我们打开文件后你其实最重要其实在转换之前你要知道你的文件的档案大小 这个档案大小就是你结果会输出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可能我这因为我这感谢状是要print出来嘛就是要列印出来 那列印出来的时候当然结果我当然是要选择列印的A4我们普通都是A4嘛 就是我的感谢状那张黄色的卡片你有没有看过 所以就是先选好然后过后你可以按print preview 这是一个习惯啦就是Ctrl加P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print的范围是多少 然后他有没有超出或者是有没有怪怪的 其实就是在你的发那边你会看到一个export的键你就按下这个export 然后按下export的时候你还会create一个pdf 如果说你不想要改变太多东西你就直接按publish就好了就直接去export他这个档案就好了 那不用再去调这些境界的那境界你也可以去调看看啦 如果说很像你只要说我要是我有10面我要export3面就1到3 可是他是不能跳页的啦这是一个重点 下面这边最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文件可以收到保护那文件收到保护呢他就是用 这个叫做password就是你可以输入密码然后要有密码才能打开 这是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是你可以上网 直接用online converter就是上网去convert然后他你上传过后然后下载下来 这对于学生来讲 这一个我是比较不建议使用因为上网转换呢他的一些可能会存在一些木马或病毒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 那就会造成电脑的损伤 如果说像是这个powerpoint powerpoint也是一样的你只要把他的 这个export你只要做好的powerpoint你只要export去 这个pdf他就是pdf格式 一样的他的那个 他的格式是一样他不会跑掉就是他长宽 不会跑掉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那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对于pdf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你有什么更好的看法 请把你的方法呢就是分享出来 那我们会跟下一集或者下下一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好最后呢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那请按个赞 然后顺便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 然后 记得订阅我们以获得更多资讯谢谢